怕自己的男友就是爱上其他人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女友严重嫉妒 然后发指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干妹妹 OK That's such bullshit I hate干妹妹 我跟你讲迟早上床 step sister U 私信来咨询的妹妹 我给你读个开场啊 前三个字 我真的有点迷茫了 想来问问你们 诶 诶 认识一个男生 然后结尾 我不知道该咋办 太迷茫了 诶 他还是前后呼应诶 我跟你讲 他是很严谨的 这样 他包括另外一个 一个妹妹咨询我们的 就是说他们的男友 有另外的异性朋友 然后走得很近 他们很内好 应该怎么办 姐姐帮你把你的文章 总结成一句话 OK 所以 所以就怕自己的男友 就是爱上其他人 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这就是一种 天然的一种危机感 他会找这个男生 反复去生气 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解释 然后他答应了 可是那天他们又见面了 就说他们只是朋友 就如果这个男生 本身就很帅 然后又很优秀 自然而然 他身边肯定会有很多 喜欢他 或者是暗恋他的女生呢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看淡一点 接受是怎么着 我觉得他身边如果有女生 其实也不奇怪 他说他很多异性好友 而且都是从小认识到大的 他们一起看眼镜会有点介意 他们有时候还会互相说 Love you 你知道这个情况是 跟他的女友 最后分手了一个小小导火索 那个女友严重嫉妒 到发指 就你怎么办 他就是说他就发现了 一副就是 好像亲如意加亲的那种 我跟你讲 不存在真正的亲妹妹跟干妹妹 There's no such thing as干妹妹 OK That's such bullshit I hate干妹妹 所有搞干妹妹那套男生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迟早上床 Like Oh 这么 Step sister Yu 对我哥 Oh 表哥 没有就 嗯 很好 就交代 感觉 我没有 我没有哥这种事情 我是独生女 没有没有 就是从小玩得很好 就是他是我弟这样 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小游戏啦 可是我很无聊啊 你就说Family Friend会死的 但是这个男生是 He is white 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你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I mean 我觉得好无聊 这个问题 他们还一起去看演唱会 他说我听到还是蛮介意的 但是他每次都有跟我报备 但是我觉得你跟他聊嘛 不是 他找我们干嘛呢 他赶紧打电话找他男友去啊 找我们在那边 女生那边叽叽歪歪 找男生之间说 Hey dude I don't appreciate you that you took another girl out period Hey你那个让我挺不舒服的 我们let's figure out a way to solve this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Bread这没有问题啊 问题就是太快爽啊 还有女孩 女生们 永远都是女生们 能不能硬系一点 交几个男闺蜜 让这些男生也来困惑的 来咨询我们看怎么办 女生好喜欢跟人家出 Bread 这种故事太 太扭捏 太纠缠 我特别不喜欢 第一个方案 就是直接跟男友讲 说老娘不爽了 第二个方案 就是你自己出去玩 你让他给你去担忧 DONE 复杂问题 你认为复杂的问题 永远简单化 变成两条路 真的 你要么就是谈判 I hate it I fucking hate it 要么就是 Fuck 我还有我的 但是你做这些东西 你也不要为了气他而做 不要你 否则你自己会搞到你自己 我跟你讲 很惨 那很丢 Don't do it 我跟你讲 那个很尴尬 你没有气到他 然后你把自己气半死 而且你有没有办法 去享受那个演唱会 or whatever you're going